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師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位好 在直播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加上你有建設性的留言 好 今節就講一下這個 終於 我們都 說得沒錯 爆了 什麼事呢 就是 這個俄烏戰爭持續一年 那麼 西方民眾 都是 覺得 還向烏克蘭提供 軍備的話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解決這場戰爭呢 是否可以解決到如果你是把最強的那些全給他就行 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你把你最強的 全給他我覺得 都是 贏這場俄烏戰爭的機會 都有的 現在是防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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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日前在德國首都柏林 當然我們不只是說柏林 還有其他地方 作為歐盟第一大國 我相信其他主持也會說柏林示威 但我們說柏林也會說其他地方 柏林是怎樣呢 其實當日也爆發了大規模的萬人大示威 上萬民眾 就在這個 在柏林登堡前面 就居高舉 這些標語 其實他們是反戰的 也是反對西方向烏克蘭提供這個 軍備 希望通過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衝突 更加有人說 退出不約 更加有人更激進 西方才是我們的敵人 這麼說 也有人說 要談判 不要戰事升級 用外交手段 代替這個軍備等等 標語 不想是繼續這場戰爭 亦不希望西方向烏克蘭再次輸送那麼多軍備 這場 抗議活動就由德國左翼政客 和一位作家 他的名字也叫 這個和阿洛斯瓦辛利加是同一個姓 不過也不出奇 阿洛斯瓦辛利加是奧地利人 大家都是 特民人 是不是 發起 抗議組織在他們網站就說 談判就不意味著投降 這個是真的 對 談判就意味著雙方做出妥協 雙方都看上來不想妥協 目的 是防止再有人 不是離世和傷 或者更加遭過的結果 這些想法 也是 半數德國人的想法 這個抗議組織也都說 如果持續衝突會令到世界面臨第三次 大戰 他就敦促德國政府 停止 是向 這個 烏方提供軍備 令到一個強大的聯盟 在德國和歐盟的層面上實現 停戰和談 當然 亦都有 其實除了左翼之外 亦都有其他人士 在裏面 其他人士裏面 毀了俄羅斯呼籲 給莫斯科恢復和談的提議 莫斯科說過 你說 德國剛才說什麼想毀了俄羅斯 應該就不是 他也是被 美國大佬夾的 他省著 就著就著來提供軍備 德國是比 鄰國波蘭夾得更厲害 居然有人說 一位德國的退役軍人 叫Norber 他接受當地媒體訪問 他手上的 這個 標語上面寫著真正的敵人在倫敦和紐約 他就認為 俄烏戰爭背後 是 金融大國 在二戰之後德國 沒有權利 涉入另一場戰爭 因為是戰敗國 當然 這場集會的開始 外界 也批評主辦方 是未跟 這個 極左和極右 因為有些人是運了進去的 就是 沒有跟他們保持距離 不過 遊行隊伍當中仍然出現了右翼標誌 甚至有人就說 美國人 不要干預我們 走啦你 這樣說 亦都有人 揮舞俄國國旗 說這個可能會犯法 在德國會 上次禁了 我禁了Z字 禁了Z字 當然 這個主辦方就說五萬人 當然警方就說只有萬三人 這個肯定的 這個定律來的 除了德國之外 全歐洲各地都有反戰的示威 但是德國的主題就比較特別是 不想德國再提供軍備 給烏克蘭 當然德國 這些示威者當然是點名索爾茨 和外交部長貝爾伯克 他們認為持續提供軍備給 烏克蘭的索爾茨政府不代表民眾 呼籲 要有全身強大和和平的 開始信號就是和談 說真的 這個索爾茨也是很軟的 他一直都 他一直都不太積極 他一直都不太積極 其實是聰明人 索爾茨 貝爾伯克就夠狼胎了 你知道他 什麼都走得好前線 跟德國 相比 其實 其他地方貌似 很差 好像 其他地方可能加上 就是 不夠 一萬人 好像英國有 全歐洲的領導人 其實都參加了戰爭一周年紀念 他們亦都說繼續支持烏克蘭 在這個烏克蘭的盟友當中有個就叫做 愛沙尼亞 在他們的 首都塔林的自由港場 民眾就默哀一分鐘 原來 馮德萊恩也有去 居然去 去愛沙尼亞 還有北約秘司長斯托彥伯格 也是去了愛沙尼亞 免懷尼西人斯 在倫敦 英國首相 阿成哥新衛城 在唐寧街 墨外一分鐘 之後 身穿 烏克蘭傳統服飾的兩名歌手 唱了烏克蘭的國歌 當然我們剛才說德國的 就是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 因為你知道柏林就由柏林圍牆一分為矣 其實這28年來 這個柏林圍牆 當然大家 拆了但是心裡還未磨滅 覺得是一個冷戰的象徵 所以為什麼他們在 渤蘭登堡門 那裏 因為 這是德國首都的 柏林市中心 距離標誌盛蘭登堡幾步之遙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部報廢的俄羅斯坦克停在那裏 其實激進分子 將這個 報廢的坦克拖到 俄羅斯大使館的門前 都挺厲害的 對呀 很痛 好像 其他地方還有什麼 就是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市中心 就有五千多人 當然都是紀念同一樣的 東西 作為這個 歐洲首都布魯塞爾 都很多人 也有些藝術家 當然 他們就是由一個 一個組織叫 振興烏克蘭 等等的幾個組織發起 有這個代表 這個真是黃藍一齊 烏克蘭國旗就是黃藍 兩種顏色 大家都是黃藍一齊 當然 是不是有人 是 有疲累 有疲勞 戰士拖得越長 其實這種心情 是正常的 我說真的 而且人質 過得越來越差 是 其中一位 格魯吉亞瑞的人士 Kristina 希望大家 因為他現在住在布魯塞爾 他定居布魯塞爾 自己朋友和所有 烏克蘭人都沒有疲倦 繼續幫助他們 他們 一起高喊 願榮剛歸烏克蘭 是真的 烏克蘭這個人 他們也說是個特別日子 因為 這個 蘇聯紅軍在1802年前 也佔據了喬治亞 有些叫格魯吉亞 很多前蘇聯國家 都有著共同的歷史 當前的局勢有共同的感觸 他就說烏克蘭得到很多讚賞 但是 軍備不夠一年 戰爭還沒結束 他就希望 可以 快點結束 亦有逃離烏克蘭的人 去了布魯塞爾 亦都是高舉標語 亦有海外的俄羅斯人 出來抗議普京 但是我都說的 你們之前說 不讓俄羅斯人去暗盟 不是每個人都支持普京 當然啦 有什麼可能 如果你這樣就等於 把一些 有少少動搖的人推回普京 是的 這個是愚蠢 這個是愚蠢 其實在布魯塞爾就有很多人 有格魯吉亞人 俄羅斯人 亦有伊朗的婦女 因為伊朗之前亦有頭巾運動 我們看看 你說戰爭什麼時候結束呢 我答不了你 我就希望今年可以結束 但是 結束的定義 也不是對我們 不是我們可以定義的 不是我們可以定義的 究竟他們肯不肯 在他們定義之下覺得自己 或者宣佈自己是贏了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是他們定義之下 因為現在烏克蘭的定義 應該就應該是拿回克里米牙才叫贏的 俄羅斯贏的定義是什麼呢 只是拿努金斯克頓涅茨克 還是連澤波羅爾和喀爾松都要拿回呢 因為其實 澤波羅爾和喀爾松 就 不可以說是俄羅斯控制範圍 因為很多地方都在烏軍拿回 這樣說 當然 都是 轉爭的 烏克蘭人最慘 其他 各地的老百姓 亦都是 付上 一定的代價 這個沒有人敢否認 只可以這樣說 不是那麼容易 之前也有人說 俄烏會不會在瑞士談判 因為瑞士號稱是永久中立國 結果 有人 昨天就問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 華姐 就問他 聽聞 俄烏會秘密在日內亞談判 這個澤波羅爾和喀爾 都挺吹吹 他說假的 瑞士不配 不夠格 瑞士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按照我理解 瑞士已經不是一個中立國家 瑞士已經加入了西方非 他用非法 我引述他 的單邊 制裁陣形 所以他不配 做中間人 亦有人說會不會在中國談判 我覺得也不會 我覺得 可能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現在 就很麻煩了 要他搞的話 等他過了 強陣之後 要收拾好一些東西 其實去年 3月底 其實俄烏代表 在土耳其最大城市 伊斯坦布爾 是有回伍的 後來 在白俄羅斯也談過 我相信 也只有土耳其 夠格 扎克羅瓦說 這個瑞士不夠格 那土耳其就夠格了 但是土耳其就很麻煩了 土耳其5月份還有選舉 可能就是選舉之後 選舉之後 我當然希望 大家都可以談 不談的話 一定要談 扎尼斯基說 浪費時間 法國總統跟普京談 他說你跟他談就浪費時間 我親自跟他談 應該也不會那麼快 應該兩個國家的 元首是不會親自談的 初步的時候 應該也是找 下面的人去談 但是 這些都是我們的 想像 我當然希望會達成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